哈喽大家 这是一期两天一夜在巴斯的mini vlog 我们现在要走到我们的酒店去 躺在一个姜茉莉 我们到酒店放了行李过后就不行 走去吃brunch了 准备去打开一家1680年就开的brunch店 然后巴斯很小 基本上不行就能到所有的地方 我们是周一中午十二点半左右到的 所以就不用排队 然后我觉得我朋友的这个比我这个好吃很多呢 这个brunch店就在罗马浴场旁边不行 三分钟就能到啦 然后我们在这里拍了点照片 我觉得这个机会很漂亮 我们约的五点半左右的spa 所以我们就在巴斯到处逛了一逛 这个spa是我们提前半个月左右店的 朋友们你们见过长这样的拖鞋吗 我们做完spa就去打开了这家tapas 喝点水准备睡觉啦晚安 第二天我们去打开了皇家心院楼 圆形狂长和普尔特尼三公桥 吃完这家泰国菜我们就去个巴斯修道院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景点 巴斯相对于店桥来说就更安静 人也更少 因为这一天火车罢工 所以我们就坐三个半小时打吧回伦敦 感谢观看 拜拜